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花开花落 一生秋缩 天崩地裂 岁月蹉跎 雪与火中垂炼 枪与炮中奔爬 一生只为家国梦 风和雨中吹大 淋雨柔中挣扎 世之只为天下人 情愁爱恨命令斗壮地天翻 革命洪流大悲大喜大开河 阴下悲伤 红土指向 阴下悲伤 红土指向 年首相牵中华豪耳南 青春爱愿 明年斗壮地天翻 革命洪流大悲大喜大开河 阴下悲伤 红土指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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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 中华 寒暖 寒暖 忍着点啊 忍着点 林先生 怎么了 你看 我老婆要生了 稍等一下 我要向龙副局长 打电话汇报一下 好好好 你快点啊 快点 快点 你坚持坚持啊 来 送她去医院 林先生 不好意思 龙副局长有令 只许许花大宝一个人去 你这不胡闹啊 我老婆生孩子 我怎么能不去呢 你 你让 您去也可以 不过请您戴上手铐 行行行 可以可以 来来来来 戴上铐 是 快 快走 大宝 走吧 来 走吧 走 怎么了 大宝 走 我看看 不行了 我怕 我快要生了 走了 我太动态气了 大宝 我带你走 你再坚持坚持 大宝 交给我 快走 不行了 我也在 大宝 大宝 我拦你平静了 你走吧 大宝 走啊 大宝 大宝 你深呼吸 别紧着啊 深呼吸 一定可以的 龙教官 大宝要生了 让你的人多远一点 可以 你先把枪交出来 所有人往后退 转身 没事的 可以的 深呼吸 一定可以的 深呼吸 旺儿 情况怎么样 查到没有 昨天晚上回来以后 抱娘生了个男孩 不过 她和干娘被转移到哪里了 至今还查不出来 顶崩 我想马后天应该会知道 爹 看报纸呢 爹 你行啊 不让我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 现在米莲阿姨一来 你就开始帮着共产党救人了 别胡说 这可是要被枪毙的 本来就是嘛 你是我爹 你还怕我害你不成 你是不是和我二他们有联系了 我说的话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这到处都是调查局队人 要是让他们知道 你思同共产党 我也救不了你 哪有那么夸张啊 爹 我二哥让我给你带个信 说是有个人想单独见见你 谁啊 你见了就知道了 我不见 爹 你不会是不敢见吧 爹 你好歹也是警备部的副司令 你可别让我看不起你了啊 我怎么会生下你这么个女儿 迟早有一天我被你害死 好了 爹 走吧 林叔叔 我爹就在前面 请 好 我一猜就是你 坐 你怎么还没离开上海啊 我放心不下大宝和迷恋 你就不怕我再抓你吗 如果你想抓我的话 当初为什么要救我 你哪儿来的自信 因为久久和迷恋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们两个是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共产党 一个即将成为共产党 胡说 看来你是太不了解 你的女儿了 久儿已经向我们组织 提出了申请 要加入共产党 行了 不跟你废话了 找我有什么事情 龙教官 把迷恋和大宝转移了 这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你是了解龙教官的 你觉得他会再给你机会吗 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这你也太高估偶的能力了 我要是有办法的话 我早就把米恋给救出来了 更何况 通过那天晚上的事情之后 龙教官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林丁邦 你还是离开上海吧 这样对你 对我 还要对花大宝跟米恋 都有好处 你想想 龙教官要对付的人是你 花大宝跟米恋都是女人 龙教官不会为难他们 你走得越远 他们就越安全 好 这事我们自己想办到吧 大宝和米恋 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你走吧 爹 你跟林叔叔谈得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私底下加入共产党 我打断你的头 打断就打断 谁怕谁啊 爹 你可是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啊 爹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 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 毛泽东和祝德发布了向全国禁军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在西齐虎口 东至近江的千里战线上强度扛江 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 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把你吵醒了 舅舅回来了吗 舅舅 最近很少回来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管不住了 来 坐下 那陪我连回天 你是知道的 现在首都南京已经失守 共军兵临城下 这校长一方面让汤恩伯 汤司令固守上海 另外一方面 就让他儿子金国把上海中国银行所有的黄金 美元允许台湾 这依我看呢 他是要放弃上海 退去台湾了 昊秦 那我们可不可以不去台湾啊 可我也不能留在大陆啊 要不这样 我们一家都去香港 我先把你和久久送去香港 然后等到合适的机会 我再去香港跟你们会合 不 我才不去香港呢 那个地方是英国的殖民地 而且那里的人说话根本就听不懂 天气也热 那还有什么出路啊 浩天 你以前 不是暗中帮助了共产党吗 而且你现在又亲自救了林定邦 这些都是你的政治资本啊 我们可以私底下 找共产党谈一谈 这样的话 反正投诚的人也很多 不止我们一个啊 你要我投靠共产党 共产党也我们认识的人嘛 你看 黄小曼 林定邦 何墨修 这些我们都认识啊 要是你觉得你不方便出面的话 那我去 安世伯爷 这调查局的人一直盯着我们 要是一个不小心 那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那我还是听你的吧 浩天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有什么不该讲的 说吧 我感觉九九 越来越像共产党了 你怎么了 我只是说感觉 连你也觉得九九像共产党了 这就没麻烦了 来 停 马上把小姐给我找回来 是 报告马副司令 方总司令让林区司令部开会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老河 老河 叮八哥 好 老河 怎么样 这仗打的 有你林大部长坐后盾 当然没有问题了 谭伯的外围防疫体系 已经被攻破了 华野的陈司令员 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不光要拿下上海 还要保护好这座国际大都市 为了避免市区交战 炮火无情 华野首长和中共华东局首长 共同要求我们 要加强对敌的策反 来 咱们坐下说 丁邦 大保护米恋现在怎么样 还被关押在调查局的监狱里面 老河 师父 我上次去上海 觉得马浩天 还是可以争取过来的 而且他现在管辖着 上海市区的交通 还有警察物状 杨树谱发电场 还有自来税场 这对我们消灭成立的 国民党军解放大上海 还是非常有利的 我跟华野首长 也谈过这个问题 首长也同意策反马浩天 市长 部长 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觉得可以 浩坤 你进城之后 你要先联络我们的地下组织 找到小曼捷 凡事多跟他商量 好 另外 大保护米恋现在在龙文康手里 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们营救出来 放心吧 何市长 部长 万尔牺牲了 是龙文康干的 老河 看来城里的形势 表辟我们想象的复杂大队 这样吧 我和阿伯人一起接着 龚军攻势恒猛 已经达到上海社区的 苏州和北岸了 上海是肯定守不住了 共产党 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浩浅 咱们就不能将功补过吗 还怎么将功补过 那现在米恋跟大保 还有定邦跟大保的孩子 不都是在调查局手里吗 咱们就把他们救出来 也许这样 共产党就会再相信你呢 共产党那么大度 他们会理解的 可是要想 从龙教官手里救人 谈何如意 事在人为嘛 浩天 你已经做了 太多次错的选择 这是唯一的机会 让我想想 我要好好地想一想 大保 你听到了吗 外面的枪声 好像越来越近了 是啊 应该是我们的人 打过来了 离大上海解放 越来越近了 希望我们能等到 胜利的那一天 一定可以 好 丁邦还没有看过这个孩子 老天不会这么对我们的 马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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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叔叔 三叔 快上车 小满姐 老天 万儿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你要戒爱啊 丁邦 我没事 革命总是要有牺牲 我挺得住 林叔叔 三叔 可他毕竟是我爹 你们要怎么对付他 会杀了他吗 我们共产党人 不肯弄心胸下来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只要你爹有悔过之心 我们还是可以宽容他的 真的吗 我在来之前 已经向上级组织 还有首长汇报了这件事情 华业首长指示我们 要尽最大的可能 去争取你爹 上海是一座国际化都市 我们解放上海 但是不能打烂上海 否则 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谢谢你们 我替我爹谢谢你们 我现在就去告诉我爹 你们的想法 舅舅 三叔和你一起回去 正好我也想见见他 他呢 再埋传 舅舅上惯吗 他在哪儿 在外面 他还带了一个人 谁啊 浩昆 三弟 小心 爹 爹 你不是说你身体不舒服吗 你看 我帮你把医生请来了 好 对对对 来 医生 请进 请进 哥 终于又见面了 三弟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好吗 我结婚了 是不是柯兰 早就猜到了 太好了 对了 坐下了 来 来 坐吧 坐 我们的部队 已经打到上海郊区了 这次我和定邦哥回来 就是为了你 定邦也回来了 他跟小曼姐在一起 我们希望你能够 弃暗投明 回到人民这一边 可我对不起共产党 共产党 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李叔叔说了 只要您一心改过 我们共产党 不是牙字必报的人 这是您唯一的机会了 浩钦 别犹豫了 共产党那么大多 做决定吧 爹 难道你就不觉得 您应该为以前所做的事情 赎罪吗 好 我决定投诚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想办法把米烈 还有大宝给救出来 解放大军马上就要进城了 我们上海的地下岛 早就已经组织了工人纠察队 保护大宗商品物资和工业设施 不再让他们遭到破坏 而且我们也组织了上海的学校 让教授们和学生们互效 我们也撤走了所有的电话亭 和电报亭 准备解放大军的进程 罗副局长 确认了吗 确认了 确认了是共产党的所在地 肯定是 好 那通知弟兄 今天晚上 把他们的窝给端了 就算在正面战场上 赢不了共产党 咱们在地下战线上 我也要让他们知道 我龙龙康的厉害 不能给校长丢脸 是 罗副局长 马副司令 你怎么来了 冬相关呢 不在 跟弟兄们一会儿出去了 那我能进去等他们 不行 这是我们调查局的秘密监狱 没有龙副局长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入内 连我都不行 是 那行 那我就先告辞了 好 走 快 静儿 请信 三立 快上 好 走 这里 浩坤 浩坤 明令 大宝 你们怎么来了 我哥头成了 是来救你们的 大家快走 龙龙康怕邪运 在这儿装傻蛋 快走 走 你们都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走 往这边走 走 快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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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女士 又见面了 别来无恙 龙王康 都到现在了 你还在给蒋介石效忠 你们的好日子 已经到头了 我今天来 不是来跟你聊这些的 我听说林定帮进城 告诉我 她在哪儿 你猜 浩天 谢谢你 救了大宝会迷恋 别这么说 对了 调查军已经知道我判别了 我得赶紧回司令部 带兄弟们一起 那好 总宫之前 我们再见 九九兄拜托你们照顾了 你放心吧 好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兄弟们 走 林部长 龙万康把小曼姐带走了 你说什么 赶紧去小曼姐 不行 上海总工在即 一起安一员计划行事 攻占电波大楼 要快 走 龙副局长 汤总司令已经逃跑了 马浩天也叛变了 他带领他的警卫队 已经攻破了我们的秘密监狱 什么 还有 我们已经确定 他的女儿 九儿姑娘 就是共产党 现在确认有什么用 龙副局长 你现在应该知道 林定帮他们去干什么了吧 王夫人 王夫人 您先别得意得太早 究竟鹿死谁手 才尚未可知 来人 龙副局长 明白 走 王夫人 我代表华野司令部 欢迎你们的检验头鸣 谢和政委 又给了我们一次赶国自新的机会 我带领警察部队向贵军投诚 努力保护好 上海市区所有车站码头 还有公共设施的安全 这太好了 有了你们的侧应 我们就不至于回来 苏州河上的骑坐大桥啊 冰定帮 王浩天 王莫修 是你们吗 你们三个都是我的学人 见到教官 难道不出来行个礼吗 龙门康绑架了小曼杰 这是要威胁我们 龙门康 你听着 只要你们放了人质 一切事情好商量 龙教官 共产党兴凶大度 只要你投诚的话 他们一定会原谅你的 归我这么多年信任你 你这么做 对得起党国 对得起校长吗 我这么做 是识时务为俊杰 好一个是识务为俊杰 王浩天 你看 我身边还有谁 浩杰 方子 如果你愿意带着 警察局长 还有机甲大队长 来到苏州河南岸 那么黄晓曼还有方子 就可以回到苏州河北岸 公平交易 怎么样 莫兄 丁邦 你们不要管我们 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 南岸解放吧 为了我们伟大的解放事业而牺牲 我死得光荣 华业总统下令 三分钟之后发起复兵总攻 那小曼姐和方子呢 吹冲锋号 是 龙副局长 贡军已经沿着苏州河沿线 发起总攻了 警察局机甲大队 也在桥梁南侧接应 咱们赶紧撤吧 本来想把马浩天 警察局长 还要机甲道队长换回来 枪力势终 我实在是太愚蠢了 那 这两个女人怎么办 校长说过 我们之所以失败 就因为人杀得太少了 浩天 马上推到地下水道 沿着黄埔江方向走 乃有一只小船带我们 回到海上军舰 明白 走 走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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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驾 押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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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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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老朽 老朽 爹王 我真的 真的 快不行了 我现在 我去找 今夕和望儿啊 老朽 浩天 三半姐 我对不起你 浩天 你一徒之法 感情很高兴 如果 今夕卷相有志 也一定会很高兴的 你一定要好好地做人 好 小白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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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许 我也许 龙文康人在车上 怎么办 带着开车 一定要抓到龙文康 举起手来 龙文康 下车 别动 真是原家路窄 又落到我手里了 龙教官 苏州河防线已被破 国民党大势已去 你投降吧 堂堂的国军中将 岂能向你们投降 有个事情想跟你分享一下 就在刚才 黄小曼和方子 被我枪毙你了 你混蛋 没人 绑起来 是 局长 炸弹已经安装好了 由你们做人质 我才能安全地登上 撤往台湾的军舰 你们也跟我一起去吧 龙教官 回头施案 你还是投降吧 炼仪 别跟这种人浪费口舌 不要乱来 把钱给我放下 放下 来得够结实啊 可惜 只要我手指轻轻一碰 他们二位 就化足乌有 放下 龙王康 你收手吧 国民党大势已去 共产党才人心所向 给我闭嘴 国民党之所以打不过 他们共产党 就是因为有太多 像你这样的败类 龙文康 我劝你认清刑事 不要再负予顽抗 轮不到你教训我 大不了 他们同归于尽 不要 龙文康 有什么条件 你可以谈 好 浩天 我把枪举起来 对准林定邦 打死这个共产党 是 我再也不会对着自己 兄弟开枪 这可是最后机会了 绝不 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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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希望我死吧 那我就成全你 好 冥令 你是看着 冥令 我去追龙文康 好 好 芈莉 那样的 我该不行了 浩天 你终于做对了一次选择 芈莉 不要离开我 芈莉 我要走了 你替我 好好的 看看仙春 芈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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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放过你的 芈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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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两个学生打教官啊 龙文康 你少废话 今天我一定要替米莲 还要脚血报仇 好 那一起来吧 好 好 让我停了 撤 船 船 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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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好 走 教官 送你们俩个败类上路 后天 令邦 令邦 令令邦 杀了我 你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 哥 哥 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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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 别难过 这是我的报应 哥 丁波 我干了这么多坏事 共产党和人民会原谅我吗 好 后天 虽然之前 你反反复复走过一段弯路 但是在最后的时刻 你率领部队起一偷城 大家是不会忘记你的 至少 时间如果能重来一次的话 我是 很想回到火铺君孝 再选择一次自己的人生 像你一样 选择一条 正确的 选择一条正确的 丁波 替我看一眼 新中国 新中国 是什么样子的 好 哥 哥 他 哥 他 他 想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强于袍中奔跑 一生只为家国墨 风和雨中吹大 淋雨柔中挣扎 实质只为天下人 情仇爱恨命运都转的天凡 革命红流大北大西大开河 终于解放了 你们让我替你们看看新中国的模样 我已经替你们看到了 我有很多话想对你们说 可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成为这个国家的中文 如果你们能看到该有多好 他们看得到 他们在天上一定看得到 在天下 两手向前种花 好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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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远非独龙行 聆听尽风无声 垂起红叶满里 迎着心头照耀 独你笑容淡淡 你是否这还没控炸 一个该心讨厇 一切瓶闦 一切尽功能 你眼睁 groans Madame Teriyal � Dear 然乐 parce 你度败 Youwhoare あ령 Ker 月光轻鲜如水 细情千花无尽 就从新的召唤 我们走到一起 繁星灿烂如灯 明亮夜空无灵 从新的召唤 我们走到一起 月光轻鲜如水 细情千花无尽 月光轻鲜如水 细情千花无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